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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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 今天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五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这段经文 如果你还是想成为我们这些教会的成为 我们今天开始4月23号 从12点到3点 我们有一个从这里开始的一个课程 那请大家可以再打电话给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名 或者是透过网络来报名 那我们也有这些儿童的福祉 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够参加 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 这个耶稣呢这个是说跟他的门徒讲这些话 但是呢他也是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讲 我们来看看他说的什么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节到16节 耶稣是这么说的 你们是世上的盐 如果盐失去了检位 他怎能使他再被写呢 他将毫无用处只有被丢在外面 任人见他 你们是世上的光 如同见在山上的城一样 无法隐藏 人点亮了灯 不会把他放在门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 同样的 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的面前 好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赞美你们天上的父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非常感谢祢的话 感谢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成为光和成为盐 这是一个何等的柔性 因为耶稣你就是光 你就是盐 你就是我们的主 因为在你当中 我们生命就有光 圣灵啊求你接触我们的心 我们今天在这里呢 我们也听到你的话语 我们要活在这个世上 因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道路 真理 你就是完美的 主耶稣我们希望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耶稣说我们是山上的一个城 那我们是要成为光 成为盐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几天以前我有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牧师 那他在圣地亚哥牧会 那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呢 这是影响我一辈子了 我今天也跟大家 几个礼拜以前 在退休会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 一个礼拜 两个月以前 我已经这个是 都不记得 好像我们才庆祝圣诞节 现在又要庆祝父后节 不管怎么样 我的故事呢 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位牧师 有一天星期一天早上 他去教会的路上呢 他到加油站去加一点油 在加油站的时候呢 在加油站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呢 就非常兴奋走进他 对不起对不起 他很兴奋 他说我想要邀请你去我的教堂 那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敬拜赞美 我们有祷告啊 还有一些信息 然后耶稣基督也会在我们教会呢 我的朋友非常开心 因为牧师呢 都很喜欢大家去教会 这个也很开心 对不对 他就很笑的说 哎呀 我不能去 但是因为我也要去 我自己教会的这个要做礼拜 然后他就加完油以后呢 我就要去教会 那个人说没关系 你打电话给教会 跟他说你不能去 你跟我一起来 我希望你能享受我们的这个敬拜 还有信息 最重要的就是说 耶稣就会在我们教会哦 我的朋友也就是很开心 对他婉转的这个笑我们去 他说我必须跟你讲 我是教会的牧师 我今天早上有讲带 我不能去你的教会 那个人说好吧 那上帝祝福你 他就走开了 可是走了几步 他就转过伸头来说 你确定不能来吗 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来我们教会 因为耶稣在我们教会 那我的朋友说 好好好上帝祝福你 我还是没办法来 后来那个人就走了 然后他就上了车 准备要开车的那一瞬间 他想说我不想去我的教会 我想去那个人教会 因为耶稣会在他的教会那边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就是重点对不对 重点这个就是最好的 是有很棒的敬拜音乐 大家彼此来团结很好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是 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 他把我们聚在这里 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时间 那他就是炎 这个是光 他就是光 就是炎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他跟这个门徒 像今天早上说 他最重要的是他说 跟着门徒 就像对我们说 我们就是炎 就是光 因为我们就是光 因为要 你的这个光 不要藏起来 要照亮这个世界 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光 那还记得几年以前呢 那时候我还是在刚开始当这个牧师的时候 在一个长老教会做这个查经班 那其中有一个很棒的故事 真的是很棒 那那个故事是讲耶稣基督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在讲这个耶稣的故事 在讨论的时候 忽然在中间有一个女士站下 她就说 哇哇 那我想哇 惨了惨了有人要来要来捣蛋 那你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呢 那家就说哇哇哇的时候呢 结果在那里喊着哇哇的时候 我就马上想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哦真的是 我后来想到说 如果耶稣这个是这样子的爱我的话 我真的是 真的是有人像耶稣这么爱我的话 我愿意奉献我的生命给他 因为耶稣呢 就是 盐呢 就是这样的口渴的人 还有就是能够来 还有盐 然后可以在黑暗中的人 可以看到光亮 这样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如果需要耶稣的时候呢 他就会来到我们身边来帮助 那这个是 你是世上的盐 是世上的光 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形象 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地上的盐呢 这个部分对于古代的人很重要 因为呢 这个是罗马时代 那个时候他们有一句话 盐呢 就是说 是地球上最沉浸的一个东西之一 他们有一句话 但这个针对于是盐是一种防腐剂呢 那古代的世界使用盐呢 被这个包起来 这个是防止这个变质 另外呢 那时候 盐的这个是salarium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薪水 salary这个英文 就是因为那时候 罗马的士兵呢 他们的这个薪水呢 就是领盐 这个部分 盐呢 就是很白 很纯洁 很亮 很纯洁 所以耶稣呼召我们 说 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盐跟光 也就是我们是很纯洁的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为他而活 所以这个盐 那是一个防腐剂 在古代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 以前他们没有冰箱嘛 他们就用盐 把食物包起来 防止它变坏 所以耶稣基督说 我们是地上的盐 就是说我们是个好东西 上帝给我们 是让我们来保存下来 不会腐败的 盐呢 同时也是一个 也是让我们会感到口渴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这个也是 好像是为 在古代呢 也是为敬拜的一个祭品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上周 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呢 那这个 我们提出了盐呢 就是一个 在旧约献祭中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是盐的话 我们也就是一个 要献给上帝的 我们的生命呢 就是要奉献给上帝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因为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说 我是奉献 我要奉献给上帝的一个祭品 我属于上帝 同样的盐的味道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耶稣基督真的是讲 我们是盐的时候 真的是很重要 祂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那些跟随我的人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有活出生命的泉水 那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应该是很兴奋 对不对 我们在追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体验到这样子的一个 活水的江湖 江湖 就是我们从那肚腹里面流失出活水 那我认为这个时候 不认识的耶稣 看到基督徒 就是又不被吸引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已经够复杂 为什么要这么多 基督徒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到底他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止渴的这个水呢 活水 在过去这个周末呢 那我们牧师呢 我们就一起来参加牧师的退休会 那时候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来 我们在讨论时说 我们会成为一个爷呢 那是怎么样的让这个门徒 说到门徒呢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 就是过去我们在谈的是说 要就是建立门徒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地的很多的伙伴 我们如何跟他们合作呢 如何找到这个信心的成熟度呢 成熟的信息 还有我们的灵命呢 就在圣经里面呢 也就是很好的一个指标 从圣灵 让我们的圣灵呢 改变我们 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 我们就展现信 望 爱 有喜乐 仁慈啊 还有这个是能够就是叫做食物 我们这个叫做食物 因为就是我们所谓的盐呢 就是说我们的食物呢 能够成长到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有爱 有喜乐 有和平 有忍耐 有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还有节制 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成为一个 有盐味的 有咸味的盐呢 我们如何能够来成长 能够像有一个有光的一个形象 能够来照亮这个黑暗的 对 那我们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成长 我希望在耶稣基督里 能够成熟的一个基督徒 我希望那些口渴的人都能够认识基督 我希望我能够奉献我自己 我能够成为这个有咸味的盐 然后成为光 能够照亮黑暗的光 那我也希望大家也是成为光 是成为盐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变成光和盐呢 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倒在这些有用的地方呢 还是只是被困在这个瓶子里面呢 我的感动呢 是来自大家对世界所作严或作光的故事呢 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个见证 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何能够成为光和成为盐 过去几天呢 我去想到一个人叫做Amy Carmichael 如果听过她这个名字 是一位很著名的印度的传教士 她真的是很有强的大 她是在爱尔兰长大一个女儿 她的爸爸本来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 后来家道中落呢 她生意失败以后 Amy呢接下来的这个十年年 就帮助她的妈妈来照顾她的弟弟妹妹 让他们就是有足够的食物 有一天呢她做完礼拜以后 Amy呢跟她的家人就是离开教会的时候走在街上 这时候看到一位女士 这个一个 这个是衣着破烂 沾满泥巴的可怜的老妇人走进她们 那Amy呢就是觉得 哇 很想帮助她 她就是去扶着这个女人 扶着她走路 但是后来看到教堂的人 就在同一条街上从她身边 当然经过的时候 她就把脸藏起来 因为她不想让人家看到她跟一个 穷困潦倒的女人在一起 她觉得很尴尬 但后来呢 Amy这个服的这个老妇人 来到这个市中心 有一个喷泉旁边的时候 Amy看着她这个喷泉 她就是停下来 那时候她听到一个声音就在她耳边 她听到有人在跟她讲话 但是她看到是旁边市中 好像没有其他的人呢 她听到那个声音 但是看不到跟她讲话 那个声音说 金子银子 宝石 木头 甘草还有稻草 火 将检验每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这个基础能够活下来的话 这个是能得到奖励 那天晚上的时候呢 Amy就回到家 她在睡觉之前她就祷告 她说 主啊求祢原谅我 求祢原谅我 让我觉得会觉得很尴尬 好像跟这些穷人在一起觉得很尴尬 那上帝改变了她的心 后来呢 她就是在爱尔兰呢 就做一些服饰 她就是提供这些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呢 她还会去这个 人家不愿意去找的这个所谓的贫穷的人 因为这些人呢 就是衣不避体啊 这个没有没有居住地方的 没有办法吃饱的这些人 她就去帮助这些人 然后卡尔迈克尔呢 是接收上帝的呼召 那她听到上帝的呼召 后来呢她还从爱尔兰去搬到印度去 到印度去呢 她就是照顾那些孤儿还有年轻的女孩 这个无家可贵的女孩 还有这些小女孩呢 她们就是很 就是还是贫穷家庭 她们就被送到这个 这个邪教的这个庙域里面去 当做一个这个卖身 在那个庙堂里面去 然后她就成为那些人的盐 成为那些人的光 她去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这些孤儿 因为她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尴尬 一点都觉得 不会觉得跟那些贫穷困苦的人在一起 是不好的 是难堪的事 她就展现了耶稣基督的爱 那几天呢 我就想到她的福祉 她的生命啊 我真的是感动的流泪啊 这个就是可以看到 在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段 这个呢就是在今天 也是在我们当中的许许多的故事 也许我们没听过 但是呢 我们可以听听我们的伙伴 听听看他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如何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呢 我们的有一个就是 来活在我们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护照 成为这个世上的光 成为这个世上的盐 让我们的生命呢 能够来照亮很多的黑暗主 让这个世界呢 跟我们在一起 能够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福 这真的是一个太美好的一个环境 盐呢 就是也有可能去丧死了它的贤味 那光呢 也有可能被遮蔽起来 然后你可以想到 耶稣基督的形象呢 就给了我们一个光的形象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耶稣的这个形象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谈到 这个是 这个是 他就是想到 他就是光 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 生命当中所有人的光 耶稣基督在福音中 跟尼科提姆所谈的时候 那个是 他就谈到光 他就说 他说 这是所有的光 就是来自世上的光 那这些在黑暗中的 那也可以看到这个光 那这个耶稣自称是说 我们就是世界的光 这是耶稣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形象 那这是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凡作恶的都恨光 不来就进光的 也免得他们的行为暴露 而诚实的事就来见光 要显现他们所做的事是靠神的 后来呢 耶稣基督施工 他在向这个圣殿的朝圣当中 他在这个祝盆节里面 可以看到 那个是里面呢 庆祝的第一个晚上 耶稣到圣殿的妇女院 那有工人们前来投放祭品 还有礼物的箱子在那边 然后祭司们 在那个点亮院子中央的四个大烛台 就是那个祝盆节的第一个晚上呢 他会点四个大的烂烛台 那祭司们会在院子当中 他们点这个蜡烛台 然后大家都是在看到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 这个点亮的夜晚 大家就说 当这个祝盆节的时候呢 这个烛台点起来 有一个巨大的光就成圣殿 流向了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庭院 那大家就在耶路撒冷欢喜快乐跳舞 这是一种传统 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 当那个蜡烛台被点亮的时候 耶稣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行走 而且必得着生命的光 他这么说是至少麻烦了 因为他干扰了这个祝盆节的一个敬拜 那几个礼拜前耶稣基督呢 也常常来到我们的这个敬拜当中 因为他就跟我们同在 他是跟与我们同在的 他就是光 所有其他的灯将闪落 闪烁或熄灭 但耶稣的光是永远的发光 现在也在发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太奇妙的事情 那他这个是想象 耶稣基督就是光就是盐 不只是这样 他也跟我们说 我们就是光就是盐 我们不要丧失了我们的邪位 你就是光 你可以照亮闪亮的光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有光 我们只是反射光 我们自己没有光源 我们自己不会发光 我们只是反射光 反射耶稣基督的光 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是思考一下 耶稣基督还有我们整个社区 我们是要有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建筑而已 耶稣心目中的教会 是一个由不怕做人做光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基督的团契是我们来服务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你我要做的事情 有些人说 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 就是从你们身上所发出的光 我也想要怎么样 我要的就是这些 这是我每一个人该做的事情 让大家说 我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 我会说 哇 我会这样跳起来说 哇 我终于了解了 如果有人就是这样子爱我的话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都奉献给他 这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们想象 大家心中想一个形象 我们如何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呢 学他一样 进入这个世界 要爱这个世界 我们也要展现耶稣的光 我们要饶恕 我们要让大家感觉是 口渴不是为我们 而是为耶稣基督 在西班牙的赛格维亚 有一个罗马的饮水道 如果你们去看过 那个是在公元112年 这个是气势放驳 1800年来他在山上 输送这个凄凉的水到 这个炎热的口渴的城市 是透过这个所谓的罗马的饮水道 但是有些人也 这个后来有一个心想 他说 我们就把这个饮水道 不要让它浪费掉了 他已经好几千年来 那这个我们应该把它变成博物馆 来做一个好好的一个 一个纪念品做保存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现代的这个水管 结果呢 那个饮水道呢 就整天的日晒雨淋之后呢 就慢慢的这个崩塌了 我们思考一下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在当中 可以要学到 有时候呢 我们要继续的努力的 服务行动 服务 而不是只是放着好看而已 如果你放着好看的话 有一天就会崩塌了 这个像圣灵所流出来的这个活水 是在你我当中 是要进入整个世界 因此 我们的这个生命呢 能够照样这个世界 让大家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 上帝跟我一起说 我们天上的父 你就是光 你就是盐 让我们一起来侍奉主 让世界反映出耶稣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希望你能够 让我们成为光 成为盐 让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造出你的生命 让大家能够一起来 成为光 成为盐 我们在荣耀我们天上的父 的过程里面 耶稣基督我们祈祷 祈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你是吸引我们来到你的国度里面 你医治我们 你恢复了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我们今天能够来照样世界 来爱这个世界 来服务这个世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